F-22戰機再度緊急升空 擊落北美領空不明物體 由美國和加拿大共同組成的 北美航太防衛司令部 又發新一個不明物體 非法侵入加拿大西北部 預空地區領空 在密切監控後 研判對民航安全構成合理威脅 兩國領袖出於謹慎考量 共同授權擊落 並由美軍F-22戰機 執行這項行動 加拿大國軍目前正在回收 並分析這個物體的殘骸 不明物體接二連三 現身北美領空 這次已經是美軍今年 第三度升空難節 前一天美國官員也剛在 阿拉斯加州上空 擊落一個不明物體 但相較中國的間諜氣球 最近兩個不明物體都比較小 飛行高度也較低 只有四萬英尺 兩者雖然都被形容 是漂浮的原柱體 但飛行員對阿拉斯加的 不明物體描述不一 其中甚至還有人表示 物體干擾了戰機上的感測器 並沒有看到物體上 有任何可以推使前進的構造 現在又傳出美國 北部蒙大拿州 領空也偵測到另一個 不明物體導致領空被暫時關閉 一小時 美國國防部則宣布 也會比照辦理脊落下來 靜新文電影中 祝嘉玲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抵迫